好 我现在把最后一块硬盘给换上 上面第一个 这个不用断电 我们直接抠就行了 新的就插上 也不用断电 动作幅度有点大 大家别学我 他现在这里边正在七车咔嚓的响 是因为这个硬盘正在做融合 我刚才不是刚刚新换了一块硬盘上去忙 现在的硬盘容量是三个8TB组成的 空间我就不给大家看了 我也不会给大家做什么测速什么这些操作 因为第一我不感兴趣 第二 咱这个不是一个纯分享技术类频道的视频 然后我就把这个到底有多大我不知道 我考进来看一下这个速度 就是我想它应该是一个USB跑满速度 USB3.0跑满的一个状态 十几个T现在显示是三分钟 但是大家注意它现在正在做融合阶段 也就是说它这边在做数据保护的状态 然后是这个速度 那等一会儿呢 我在如果一会儿要是没什么事呢 我再给大家跑一下这个 正常来说 融合完以后这个速度 好我现在拖一下这个文件啊 大家自行计算和脑补一下这个速度啊 十个G的东西啊 大概是十点就算十个G吧 就是一分钟就烤过去了 然后烤的过程当中这边由于这个硬盘呢 它是那种机械的硬盘 所以这边开始停轮哐嚷的 就开始响了啊 大概是这样的 桌面的系统咱们已经看过了 咱们现在来开个箱啊 这个包装就是特地寄过来的 然后上面有很多的灰啊 实际上应该在外面就应该把它给打开 这块写的是Drobo的5C 这个以前是在苹果的App Store也卖过的 估计现在很多卖这个的精销商 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历史啊 就好像这个俄罗斯说这个 乌克兰是他们 曾经是他们的一部分 但是曾经最早的俄罗斯公国基辅罗斯 实际上才是所有的一些 东斯拉夫民族的发展地啊 这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包装 就是摆在商场里面可以看的那个包装啊 但是还有一些说明啊什么的啊 还有一根USB-C 这一端是USB-C 另一端是USB的线啊 不是那边的 是USB 然后呢 这个盒呢就没有5N和5N2那么重 这里边是个手提袋 其实可以短图搬运的话可以提着啊 这个同时也就是它的软包装 我们把这个带着 拿到一边这个机器就出来了 我知道很多朋友把我这个视频是当做娱乐性节目来看的 并不是当做技术分享的节目 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泼个闷啊 就是我 大家想一想我如何做到我刚才已经开过箱了 然后我现在我又来 我现在我又来开箱 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已经给大家展示过里边软件的部署了 然后呢我又能做到 哎又来给大家开箱啊 所以大家猜一下这是为什么啊 大家看一下这风表是我刚拿在的啊 所以大家带着这个疑问呢 看一下我这个视频 如果你们想到了呢 就在下面给我留个言 我相信我看我这个视频的朋友很多都是水平挺高的啊 我也希望跟这样的人为伍 这个盒里呢这个是电源 这包装袋都没撕开哈 刚才有一个问题可能没说清楚啊 就是这个基辅罗斯实际上是东斯 拉夫民族的发源地 所以俄罗斯呢他说 乌克兰是他的一部分 与其是说是这样啊 倒不如说就好比是说 罗尔哈赤呢 他是从这个长白山那边来的 然后呢他说 他说呢 这个吉林和黑龙江是他的一部分啊 就有点像这个意思 好接上开店啊 开店只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后边的 接口 后边有一个国际标准的锁眼 可以把它固定住 然后就是USB-C啊 只有一个USB-C口 因为它不是那个雷电接口 所以它不能举连 这个就是一个12分的电源啊 它是很特殊的啊 普通的硬盘的USB电源是不可以的 12分的电源是不可以的 接上啊 开机啊 我们打开这个Desport 它现在是写的是 looking for connected Jobos 就是说他在查找啊 连接上的这个设备啊 然后这块呢 这个盖是防尘的 可以打开 打开以后这块写了 各国语言的写的一些警示啊 我们把这个先放到这边上啊 然后呢 现在第一个灯指示是红的 这个时候它实际上是让我们插硬盘 那我呢 我就随手插一些 不同容量的啊 混杂的硬盘进来啊 这个硬盘是2.5的硬盘 然后呢 我用一个套 封套 把它变成3.5的啊 最近呢 这个恢复数据啊 这工作做的特别多啊 这个是一个朋友 他寄给我的2T的悉数硬盘 然后呢 数据全没啊 现在我来帮他恢复啊 之前也有朋友问过我啊 就是说能不能把这硬盘拆出来 当成一个外置移动硬盘 是不行的 大家看啊 这个WD的硬盘 它为了节省成本 它这个接口跟外边的接口是连着的 就是它是做在一起了啊 这个硬盘是没有Theta接口的啊 这块呢 还有两个老的硬盘也是啊 磁头还是磁道坏了 反正也是不行了 电脑这端 我们在磁盘工具里 已经能找到这个Drobo的5C Media啊 然后这里边它显示是一个黄的摊号 当然是提示我们双击 双击完以后呢 它会下载一个固件 下载一个最新的固件 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它是 它的这个存储容量是ZERO 是0 因为它还没有正经的配置成功 这就好比是你放了一个空硬盘盒 它虽然总线这些东西能被识别到 但是容量识别不到啊 所有的软件都依据于这个DESBOARD 这个非常适合女生用啊 这列这边它已经识别到了第一块硬盘 现在它很显然是提示 我们再放一个到这儿 我再放一个750G的啊 这是很早很早以前的硬盘 当容量恢复以后 它就变成两个绿色的灯 好 我们也可以再通过增加硬盘来扩充容量 那老李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对技术参数还是比较敏感 比较感兴趣啊 后来30岁以后去了很多广播公司 就是由于他们的职业训练吧 就慢慢的 也不是说不喜欢对参数这些东西进行研究了 参数这个东西只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数据 当然就是如果能够吸成一些参数呢 带来一个更好的人机交互 或者说更好的一个UI呢 那可能我对UI这方面啊 就是会更在意 官方的页面 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页面啊 用数据空间啊 当我们再往里边增加硬盘的时候啊 不同容量 它也会增加这个空间 即使我们增加一个T的 它这个数字也是会发生变化的 这里边啊 它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啊 这个非常非常的方便啊 我也挺喜欢这个页面的 大硬盘来了啊 这是最近收到的包装啊 这个太轻 很显然这里边不应该是硬盘的 这个也不太像 这个有可能是 不是这不是硬盘 这是灯带 这是我买的360度发光的灯带啊 这个回头再给大家聊这事 这个也不太像啊 不太柴 难道现在硬盘都瘦身了 硬盘厂商送的这个 这个SATA线 还有这个小螺丝刀啊 这个东西 是非常的浪费 现在这个硬盘只是灯在闪啊 我拿出硬盘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往里添加硬盘啊 它是没意见的啊 那如果时间允许呢 以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正常拷贝十几个G的速度啊 大概是多少 然后跟大家回答一下 有些网友的一些提问啊 有些朋友比较关注我时间久的朋友们 他们非常关心的问我说老李你怎么挤出那么多的时间拍视频 实际上我拍的视频并不是特别多啊 大概现在是每周 一到两个视频 我的时间也不用去挤 就是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我会用那个时间玩游戏 或者是扯闲片 干一些跟生活无关的事啊 最近呢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小办公室 实际上我每天都是在工作的 就是我这边电脑呢我是开的微信啊 有很多客户呢他们在微信里给我留言 或者说马上联系我的时候呢 我就很快就在这边就响应了啊 这个时候比如说我拍的视频 遇到一个非常紧急的事呢 我就把视频关掉 然后去回答呃微信的一些提问 和一些呃在线的技术支持啊 也有的人他们会给我打电话 打电话也就是我正在拍着呢 那就断了这种事也经常发生 还有的时候我可能会拍着拍着啊 突然有一个急事我需要马上出去 那我就出去完了回来 如果是能接上就拍 接不上呢 那也有很多想法的那个idea 也就太死复中了啊 这也挺正常的 呃我呢所有拍视频的东西 或者说这些素材什么的啊 就是这些硬件的都是我自己 偷腰包买的 这个不是 这个是我一个朋友他托我买的 呃然后我所有这些东西呢 呃就是和客户商业合同里边的 跟客户之间发生的这些呃关系的 我从来没拿他们呃用作拍视频的素材 比如说客户找我们买的电脑啊 像如果说要主要是拿着拍视频的话 像mac pro一年那可能我要开箱上百次 所以这个从来没这么干过 没这么干过第一原因呢是有很多商业公司 我们签了保密合同 我们不可以透露客户的信息以及规模 以及他们正在做的项目 呃之前做临时工的时候呢也有这方面的 也这是一个很很很低阶的一个职业道德吧 就是你要恪守客户的这一些信息 所以我在这呢就是不会泄露任何客户的隐私 我在这呢讨论的也都是我自己 以及我朋友他们让我干的一些事啊 还有就是我说谈到我朋友的这些事呢 那他们呃由于不是跟商业活动没有任何关系 我谈到他们的呃大部分情况下 我也会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啊 比如说我这个我说我拿你这个 我可能会拍一个视频啊 过后呢他感兴趣呢我会给他发一个YouTube链接 如果说他不感兴趣呢那也就算了 所以这些事呢是这样的啊 现实生活当中呢我自己和我的家人呢 也大部分都是使用苹果的产品 呃有的时候其实我老婆他不太理解我啊 他有的时候你看上次他过生日 我给他买了一个Apple Watch 他就说说你开开个箱做个开箱视频 我说这个其实你看啊我干这行都已经接近20年了 所以说其实苹果产品对我来说是最没有兴趣的啊 这个听起来有点像凡尔赛啊 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 可能我更感兴趣的是单片机的开发程序啊 还有就是那种我其实挺挺喜欢老师视频的风格 就他弄的那种小元器件啊 七个八个的就把一个电脑就给复活了 我觉得这个是挺神奇的地方 剩下像什么Apple Watch啊 还有什么苹果可能最近又新申请了一个专利 可能会来未来会有VR AR 呃我不是说他们这个技术不好 我也感兴趣 但是兴趣点不在这啊 因为这个实在是就是什么新的电脑啊 怎么怎么着这些东西 我实在是找不到一个兴趣点来给大家讲这事儿 所以说在我的视频当中 大家可以看出我一直是一个苹果的用户 但是我很少做苹果产品的开箱 但是你比如说那种单片机或者是那种小的开发板啊 有的时候几十块甚至几块钱 我都做一个什么那个视频的一个感想啊 这个是是是是我的一个视频的风格啊 好就感谢大家一贯对我这个视频的支持啊 我是老李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啊有点意思 的话点赞的话拜拜